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太有拍面了吧 当那两架F35A落地的时候 韩国也算是正式加入了第五代战斗机俱乐部 为了这一天 韩国人不惜在五年前斥资70亿美元 向美国臭幼工厂订购了40架空军专用的F35A战斗机 相当于每架价格高达1.8亿 高出美军自购价两倍之多 取悉 这批F35A将在2021年前全部倒货 加上日本的140架F35 以及美军那计划部署的100架 届时 我国附近可能将会出现将近300架F35 话说回来 歼20的产能可要加油了 韩国人在拿到F35之后 一跃成为了继中国 日本之后 亚洲第三个正式装备五代级的国家 这可在极大程度之上 满足了他们那脆弱的自尊心 不过他们其实也笑不出来 为啥呢 因为这40架F35 虽然掏钱买了 而且也会拿到货 但是却没有使用权 就像条狗链子一般拴着它 怎么说呢 原来就像此前控制巴基斯坦的F16一样 美国对于自己卖出去的武器装备 向来有着一套非常不公平的霸王心意 就是说你买了它的东西 所属权归你 但是想要调动 使用 得提前跟美国那边打招呼才行 这种情况 在美韩这种关系的军队当中更甚 以至于包括战时指挥权在内的权限 都掌握在美军手上 韩国人纯粹是相当于给美国送70亿 帮美军买了40架F35 还顺带搭上了40套飞行员 不难想象 在战时 这些韩国飞行员会像他们在朝鲜战争的前辈一样 被精明的美军推在前面 当作炮灰以及挡箭牌用 更悲惨的是 最近五角大楼才宣布 不久之后 诸韩美军将把驻军费用全部推给韩国来承担 约合每年16亿美元的巨资 这还没完 除此之外 还有八亿会员费等着他们呢 看来 天底下果然没有免费的午餐 美军也总算意识到 自己养的这群刚儿子 这些年来吃了多少干饭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美日韩的300架F3五军团成军 那么我军到底需要部署多少加减20才够用呢 欢迎各位在留言区讨论这个问题 菲菲非常期待和大家一起交流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请便借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迷彩虎军事头条号 原创虽不易 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